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有一个小姐姐 就说照片拍得特别好看 两个半小时收900块钱 照片看个影楼 今天我们就有幸约到这个小姐姐拍足写真 顺便帮大家打探一下 她是怎么在大学实现经济独立的 那个钱是不包含妆造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自己化妆 名诺如文的嘛 臭男人 走开啊 对不起 反粉不是经常会盖住腮红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的是花西子的蜜粉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粉有多强 来 灯光 鼻子这儿 一压 直接抹皮 它的底妆的光泽完全是在 因为它加的是浴室粉 因为浴室是经济结构嘛 所以脱光线很强 它属于那种能控油 但是不会遮妆的类型 养花西子每次都好爱创新啊 北京呢就来这儿拍 最好书片 你们看一下 哈啰 哈啰 好久不见 来了 宇文环姐来了 你现在当摄影师 就是帮别人拍照已经多久了 应该有两个人怎么办 有粉丝都想知道就是 大学期间 怎么发展一个自己可以赚钱的活 你得找一个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不是你要在这件事情上去花一定的时间 就是你要看学校能够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便利 毕竟你是大学生嘛 然后这个事情是不是大家真正所需要 是真正有需求的